火鍋中的肥美蛤蜊殼一開 就想要趕快吃下肚 但專家就示警 這樣沒有徹底加熱的行為 容易產生食案問題 蛤蜊海鮮 容易會有一些微生物的污染 常見的包括什麼海洋活菌 大腸感淨等等 那如果說我們的蛤蜊生食 或沒有煮熟的話 就擔心民眾吃完後 可能會有食物中毒的現象 專家建議蛤蜊和牡蜊殼打開後 可以再加熱至少10到15秒以上 避免殼中的細菌或生物沒有死透 千萬不要因為想追求口感 而忽略生食風險 避免發生食品中毒 像一般我們食物中毒 症狀都包括什麼 鵝心 口吐 肚子痛 腹瀉 甚至發燒 這些都屬於急性腸胃症狀 除了烹煮貝類 別急著吃 煮火鍋 還有其他NG行為要留意 像是海鮮不要用鹹水洗 反而會讓病菌存活 水產加熱沒有徹底煮熟也不OK 因為水產類還有沙門弑菌 大腸桿菌等等 需要加熱超過65到75度以上 才有機會完全殺死 還有打蛋不洗手就吃飯很危險 因為一半蛋殼外部 有很多微生物和內部微生物 使用前可以先清洗蛋殼 同時打完蛋 要洗手再開洞比較保險 睜大眼避免地雷 才能吃得安心又健康 TVBS新聞 中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在凍床上 台灣型黑鮮 已經被考慮了 還有1.-ね 大海充 從對 車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